光复乡第21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开议第三天 乡镇总执询议程的第一天 乡代表王武奇 郑万镇以及郑金堡 针对了光复乡公所 公共空间环境 围管不张 清洁队人力不足 以及建设客执行效率 光复乡新入口意向不明显 等等的议题 三人是轮番上台执询 要求乡公所尽速改善 我们一次去的时候 我是觉得里面有很多树木都死了 新科乡名代表王武奇 首先上台咨询 公共设施环境围管不张 公所客市主管 用言语以下犯上的行径 以及清洁队人力不足的问题后 乡代会主席廖宜君 以致建议认为 新增人力来因应 清洁队的人员 确实比邻近乡镇 变定的还要是 那当然就像王代表说讲的 如果我们财政允许的话 是不是请我们乡长 会后去研议一下 你增派我们清洁队 那至于要从增派 要增派几名 当然是由你们工作 下去去看守 此外虽然是相待会的新人 但是担任村长一职多年 深耕部落基层的 相代表郑金堡 对于建设客聘雇人员居多 专业度不足而影响执行效率 提出质询 我是说你们有信定的 缘故人员的话 是直接对你还是会想想 我如果是职务代理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都是会在公主的网站 或是 连任三届以上的相代表郑万镇 对于都市计划 规划儿童公园 或者圆环等预定地 至今也超过四多年 阻碍地方发展 也限制地主的土地 使用权益 咨询现阶段 都市计划进度 建议重新检讨修正 与时俱进 当中也有很多的使用品 然后现在过了四十几年 连征送都没有做 其实至少你们在 通传前选的时候 你把我们公所的问题递出来 我们没办法征送 我们只有把这个解编 把如果你不解编 也打快成熟 然后我们所有的地主来死心 可是我们公所都能做到这些东西 光复乡第21届 第一次定期大会 开议第三天 今天乡镇总质询议程的第一天 乡代表王武奇 郑万镇 以及郑金宝三人 轮番上台质询 乡长领清水 以一党时 逐一详述说明的同时 对于乡代表们的建议 也将在座进一步的评估讨论 加速改善 记者十一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 宜野 咱们好 好 宜ienza